中方十分关注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强烈地震 习近平主席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致慰问殿 向遇难者表示沉重的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的慰问 表示相信土耳其和叙利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克服灾害影响 重建家园 地震发生后 中国驻土耳其叙利亚使馆 第一时间发布领事提醒并启动应急机制 全面了解核实中国同胞中资机构和人员的安全情况 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我们继续提醒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中国同胞 注意防范地震次身灾害 土耳其叙利亚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 面对当前重大地震灾害 中方将全力施以援手 中国政府已经第一时间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机制 首批将向土耳其提供4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 包括派遣重型城市救援队 医疗队 并提供土耳其方面急需的救灾物资 我们正在协调向叙利亚提供续方急需的救灾物资 并加快落实正在实施的粮食援助项目 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向土耳其红星月会和叙利亚红星月会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的救援队正在赶往土耳其地震灾区参加救援工作 下阶段中方还将根据两国的需求继续提供支持和帮助